接下来到底该如何 在就是有意无意的 或是刻意的 至少要让大家感受到 我们已经整合完毕了 然后大团结 其实应该这样说啦 这种东西急不得 就是人家讲 吃点都破坏 就是说 如果今天你是真心诚意 你希望人家跟你团结 那 或是说希望大家一起 往前迈进 这个绝对不会拖到现在 绝对不会拖到现在 我认为啦 侯团队现在当然面临一个 所谓的改造期 那今天原则上应该是 今天他们的进办 才算正式进入所谓的 成立办公室的一个阶段 那我们如果说 把这个选战拆解成 这个第一个叫征召前 第二个叫征召后 现在可能进入 所谓的第三个阶段 在征召前 侯友宜专心试政 征召后侯友宜 这个他自视甚高 我真的要自视甚高 他们认为他们很强 侯团队在被征召的当时 真的认为自己很强 那所以他们从来不主动 去拜托别人 那这个 我觉得这个过程大家都看得很明白 但是当他的民调开始掉 民调不断的落后 然后呢 他们的态度也开始有所改变 开始愿意跟党中央整合 其实这段过程里面 其实像刚刚这个兵哥讲说 有些这个民众可能觉得说 我们都在检讨侯友宜 不是的 如果今天我们没有检讨侯友宜的话 侯友宜现在不会跟韩国瑜见面 就是 今天如果 如果我觉得一个逻辑 我们在中天这个频道 为什么跟三立民事不一样 三立民事你有看过他们批评赖清德吗 没有 一句都不会 可是我们在这边 我们我们不是批评侯友宜 我们是在评论 他这个打法可不可以更好 更精进 今天侯友宜市长 他自己演讲的时候都说 他每天接到电话 都是叫他要怎么做 这个该怎么说 有没有 他说他知道 这就是大家对他的爱 这是大家对他的期待 他自己都知道 可是有很多事情 客观环境 他不一定能那么快做到 那我 其实我们在 我们在这个频道上面 单纯我们就是从 今天 比如说你要我分析 柯文哲的打法 你要我分析赖清德的打法 你要我分析 这个侯友宜的打法 我就分析给大家看 他这次跟韩国瑜见面 是不是大的事情 当然是大的事情 所以如果今天 在这么多的媒体关注之下 你能够做到 一定程度的 所谓的帮你加分的 这个程度的话 当然是好的 刚刚我看了一下新闻 那一句话 他大概是这样讲 他说 侯友宜说 每一场战役他都会思考自己有没有做好 然后呢 做的不够多 不够好 他都会不断来去反省 省私自己的这个 这个做的好不好 才不会让韩国瑜上次那样身心俱平 你看他 他里面提到了韩国瑜上次的状况了 那就是他 他知道他上次做的不够多不够好 可是他就把这个话题就挑过去 如果你就说我上次不够的地方 我在这边我郑重的向韩市长 跟你说真实话 我们这一次我们一起来打拼 就或是像刚刚兵哥说的 我邀请你加入我们的团队 我们一起来打拼 那这样子会不会更好 会不会让韩国瑜的这些支持者 更愿意挺你侯友宜 这个对侯友宜才会有所谓的加分的效果 如果你就是那种烧到痒处你就停下来了 你就会觉得你都知道你上次对韩国瑜 让韩国瑜身心俱平了 你怎么不把他讲清楚 有一些韩粉他们会觉得你这样没有诚意 会啊 我觉得有些心结是需要用诚心诚意来化解的 他不是见一次面两次面就可以解决的时候 你就得要展现出你的诚意 但是目前我觉得侯友宜的诚意还没有这么充足 还没有那么充足 也许私底下你可以跟韩市长多做一些这个情谊拜会 但不要忘记了 这一次的这个场面 我刚刚一直强调 这么多的媒体关注 其实是要让韩国瑜的支持者 快速得到一个韩国瑜支持侯友宜的讯号 这个讯号才能够让你像赵少康先生讲的 他说如果黄复兴整个国民党团结 他侯友宜民调四朝上三层 这是当然这个我认为有点乐观 但是这就是这一场会面的重要意义 大家帮你拱这个桥 让你们两位能够很快速的铜框的原因就在这边 是希望你赶快翻转那个第三名的印象 赶快冲高你的民调 否则你的时间不多 侯友宜这个能够再继续去打拼的时间真的不多 为什么因为一旦你七月底以后 如果还在维持在第三名的话 整个国民党的选情会非常的难堪 会非常的难堪 所以如果你现阶段 我相信现在在这个玉玺饭店里面的所有 有那个主作里面所有人本来期待今天就是 侯友宜反攻的开始 可是 刚刚有一个媒体的标题是什么 你知道我念给你们听 韩粉不领情 韩粉不给侯友宜面子 当面叫韩国瑜选总统 你看如果今天媒体出来是这样的标题的时候 对你这侯友宜不好啊 对你侯友宜当然不好啊 所以今天不是说我们要批评侯友宜 是我们要告诉侯友宜说 如果你连这个最基本的都做不好的时候 你要怎么说服我们的国民 你能带领你的团队 带领中华民国走向更好的未来 我们感谢一下观众朋友的斗内 炮墙的斗内说 为什么这个王必胜可以帮人家养小孩 那古拉斯跟这个别人 跟这个圣母峰就要下台 也跟你温馨提醒一下 我们等一下稍后到第二小时 我会稍微聊一下古拉斯的最新的这个进度 因为有新的市政出来了 证明他并不是不知道 他应该是说证明他是知道 李南是有家庭跟老婆有小孩的 不过我们还是要继续来聊这个议题啦 寒冰哥这个今天刚好不管是媒体的标题 现在都下出来也好 不过其实在今天旁边的人也扮演一些润滑剂 像是我听到赵少康特别去做解释嘛 他就喊出来说我们是唯一支持侯友宜 就是我们是要大团结的 然后侯友宜就是我们唯一挺出来 就提出来的人 所以我们唯一支持他 那当然旁边都有 那还有一个人在事前有被预告说 有没有可能妙天也会现身吗 不过我们刚刚是没有看到啦 但是其实很多人都在点兵点将 也是因为这些人都有狭一些 各自的地方实力或是基层的实力啊 我觉得像刚刚杨明说 那个有媒体说什么 喊粉不给面子什么这个东西 其实在他们要见面之前 我就听到这个风声 有人就是特地跑到现场去 就是故意 故意要喊起来会有疑听的 其实就是这样 那你就可以知道 现在国民党内为什么 侯友宜的支持度还连七成都不到 只有六成多 所以国民党如果一直给人家这种 他们自己党内都不团结的一个态度的话 那当然侯友宜的支持度就不会高 所以这些都是侯友宜跟他的团队 要赶快去化解的一个东西 那别人会见缝插针 这是很正常的啦 我甚至怀疑你们中天现在网路上一堆人 表面上好像在支持侯友宜 实际上就是在见缝插针啦 就是故意在那边反串 故意要来闹 那我知道有这种人啊 但是没办法 因为就是有人会这样做 就是有一个无耻的人会做这种事啊 那没关系他们无耻就无耻嘛 重点是你自己要做 做行得正做得稳 你要能够慢慢真的成为 有号召力量的人 让这一些犹豫不决的 或是想要出走的 这一些力量都慢慢一个一个回来 所以我觉得这是侯友宜要尽快努力的 今天他整个表现 我是觉得就是中庸 还好也不算很差 但是也没有特别好到哪里去 我个人是认为他应该要 展现更多的热情出来 其实前一阵子我们在看的时候 那天是我忘记是雨萱还是谁吧 结果我们就是在友台的时候 我们看到当时有另外一个画面 你会发觉何伟宜最近脸是黑的 你会觉得他黑气很重 当然可能是因为最近太阳很大 在外面一直跑 像我也晒黑了 可能是因为晒黑了 但是你看他今天看起来额头就比较有光 你有没有注意到 他前两天看起来是整个死气沉沉那个样 那我在想可能是因为胃要暗 现在开始水落 就是比较看起来像是乌龙结局的时候 他慢慢那个气有活回来 所以他今天看起来额头就比较有光 那人的气是会影响的 其实如果大家回忆的话 当年韩国瑜那时候在选市长的时候 他一开始是根本没有人认为他选上 可是他慢慢一样跑的时候他那个额头就开始发光了 真的很明显大家自己去回讲看看 可是呢另外一个反差就是 总统大选的时候2019年到年底那个时候 他整个额头看起来就暗淡 然后那时候看起来很疲累 所以我觉得一个人的气是很重要 侯友宜现在除了要展现出来你的热情之外 还要把你的气提升 如果像今天这样子额头开始有一点点光是OK的 然后让他更亮 我跟你讲人的气场会影响你周边所有人 那当你的气势整个拿出来之后 那些想要离开的 想要去支持别人的 慢慢慢慢就会自然而然回归 这个人真的是这样子 那你的气场要怎么拿出来 就在于你对所有的事情更多的关注 你对别人的感受更多的理解 然后你快速的反应每一个出现了时事 你就不断的往这个方向去前进 我是认为包括最近魏耀案的结果 包括金小刀的回笼 包括现在不管怎么讲 这也是个韩国瑜的一个跟他的同框 我觉得这些对核伟宜的民调 都会有一点点影响 慢慢如果下个礼拜有人做民调 我认为他至少会呈现回升的状态 我认为是这样 当然回升的幅度也许不是很大 但是对一个在目前在谷底的核伟宜来说 他只要开始呈现一个上扬的趋势出来 慢慢慢慢就会有更多人回归 而且韩兵跟你自己抓 可能至少有5个百分点 那如果加5的话就回到20以上 是啊我觉得回到20以上 就表示柯文哲或赖清德 他们可能要往下降一点点 所以那个双方之间的差距就会近很多 所以我觉得反正已经决定是后一了 现在也没有后悔要可以吃 就是努力往前冲吧 就是实际的理由 你知道有些新闻在绿媒是看不到的吗 没关系绿媒不报的中天买报 请立刻下载中天新闻APP 和我们一起用真相守护台湾 多一个下载就有多一份力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